这个是10块钱一个的霸王牌股 有肥有色的 这边还有金 味觉升天 帅气少年感听 我之前在这被骗了1000多2000块钱 嗨 我是多艳 今天我在看这个爱很美味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我觉得其实在每个女生的身上 都能找到那个自己的影子 不知道电影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看过了 给我推荐一下 我准备去吃一下串串 我去吃他们家 不是为了他们家串串去的 而是为了他们家那个花卷 还有甜品 他们那个甜品是我喜欢的 应该更联名的 叫那个茶茶屋 待会儿我们就去尝一尝吧 哇 今天真的天气特别的好 然后我到了这家店 不是吧不是吧 现在还要排队啊 串串串串串 它这个灯笼还挺好看的呢 大家在热气跟着吃着 然后这是他们家的串串 点了一个特辣的 然后可以加辣吗 手机加油 我感觉现在 我刚刚闻了一下味道的饭 然后我就拿了 虾辣网子就熟了 然后我正好用这个碗去打个调料吧 忘了开麦 先把香油了进去 这些筋煮的可以先煮下去 看这是扇鱼 然后这个是虾 然后我想点他们的那个花卷 然后再点一个他们的冰 它有奥利奥双品奶 现在他们的火猫没有以前好吃了 那我们再买个梦龙粉桃爆炸吧 这个腊卤牛膝盖骨 芽菜蛋炒饭来一个 他们家的东西还挺多的 腊卤猪磅骨 孟老花来一个 锅巴土豆也点一个吧 整好了先下单 然后我来烫一下我这个腰片 颜色变的时候就可以好了 看这个猪皮特别的弹 卤过的猪皮就很香 你不要煮的太熟 就会弹一点 这个就是我爱的单品 它三块钱一个 看一下这个花卷 这个松松的 软软的 看很软 各种牛肉下进去 薄荷的回香的还有折二根的 我很喜欢吃回香和薄荷的 就特别好吃 把我的午餐肉拿出来 他们家那种酱香味型的 煮过的午餐肉就特别的软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个串串的 我爱的蘑菇 我真的好热 我把衣服脱了 这个是薄荷牛肉 这个是回香牛肉 好爱这个回香 好爱这个薄荷 这就是我想来吃的那个甜品 它叫粉桃爆炸 它上面的奶盖好好吃 弄的是那种动物奶油 蜜桃味的 适合我吗 这个好少年听 我是帅气少年感听 这罐子不知道可不可以拿回去 刚才拿回去自己用 它上面很清爽 有淡淡的蜜桃清香味 上小的时候吃那个桃子雪糕 吃一下这个梦笼 下面的爆爆猪 下在嘴巴里面 套舞一样爆炸牌子 把这个串串继续吃起来 薄荷牛肉是我的最爱的 回香牛肉是我的第二 然后主要跟牛肉是我的第三 主要跟的 给它凉一会 看一下锅里还有什么可以吃的 这个虾可以吃了 鲜鱼也可以吃了 它虾没怎么搓水 鲜鱼跟虾都是鲜货 鲜货做的还是真的挺鲜的 它们家就主打一个大 这个时候煮的鲜鱼就刚好入味 而且没有那种泥土的味道 没有泥巴里味道 把这个串串冷一会 来吃一下我的各种小吃 它油好重啊 感觉重口味的辣的那种 你管这叫小吃 豆芽很脆很水 这个脑瓜刚好是那种粉粉的 很柔软的脑瓜 没有猪脑子的生气 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就突然想起 我之前在这被骗了一千多两千块钱 因为我在这冲了一个洗头发的卡 然后那个人他搬走了 他说要退钱给我 现在都没退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呀 在线仲裁 这个脑瓜加一口做不得了 味觉升天 它是那种油辣鲜香的 因为脑瓜本来是鲜的 这个就是你们来成都一定要吃的 锅巴土豆 它就是这么一大份 它现在有脆脆的 上面铺了折耳根的姜豆 你们知道很多锅巴土豆 它都是外面薄薄的一层很脆 它这个是脆的很厚实 它只有中间这个白色的地方是柔软的 所以我说它脆脆的很厚实 而且它调味调的很好 就是那种酸辣口的 没有甜口 如果你们喜欢吃糖醋麻辣的话 跟老板说上可以放糖 因为它是水里有酸辣的 酸麻辣 麻也很淡 但是我发现底下的这个是有糖的 怎么还要给我一个惊喜啊 来个递进层次 你们吃它这个料 这个料好吃 这个料它的醋味很重 就很下饭很开胃 没关系 咖喱给打你超饭 这些应该很多都煮好了 我把它捞起来 这虾 为什么吃出一种干锅炸虾的味道啊 没有没有这种香油 可能干锅就是用火锅底下炒了 吃一顿饭还吃出了不一样的盆子 笑死 折耳根牛肉一定要煮软一点 越软越好吃 就是那种面脏脏的感觉最好 个人口味啊 也有人喜欢吃那种脆爽的那种折耳根 也是可以的 我以前学会吃折耳根 就是吃火锅折耳根 各种长中饱 中间那种脆骨的 口感特别好 特别香特别脆 酸香的长中饱是最好吃的 这个是胡椒的 这个是胡椒的 这是藤椒的 还自然的 没啥味儿 花菜 看 健身人的爱 就是我 我把剩下的菜全部煮下去 就串串再继续煮着 然后这里 我把这个米饭也拿过来了 很多人说 就是从前几年看 跟我现在比直胖了很多 每天都在认真干饭呀 你看 没有一顿是辣下的 今天中午吃了米线 然后晚上就在串串 为了给你们拍视频 我也是认真在长胖的 这个是10块钱一个的霸王排骨 它卤了满满的辣椒 但是我觉得它不辣 我觉得霸王排骨可以多煮一会儿 你看它的肉的层次 它现在吃的话就会越硬 但是能嚼动 但是如果煮一会儿的话 它应该就会变软一点 就在丁家里面炖排骨 它会脱骨一样的道理 越煮久一点它会越脱骨 现在就是还稍微差点火候 它这个脆骨咬不动 我的遗憾 这种排骨我建议不要拿那种 很死的很瘦的肉 要有点油脂的 刚刚我吃了这个有油脂的地方 还挺好吃的 这个又是一个比我脸大的单品 牛膝盖骨 有肥有瘦的 看这个肥 然后这个就是瘦 然后这边还有筋 一口咬下它的筋 之后牛肉的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嗯 哇 这个油 如果不能吃太油的 不要轻易尝试这个有油的牛膝盖骨 嗯 嗯 但它其实筋的地方挺脆的 嗯 就是 咬下来有点费牙口 但是当你咬下来吃到嘴嘴的时候 它就是那种脆软不脆软的 这个不会要煮一会更好吃的 我要煮一下 纯肉排骨 香的哟 一下子火锅上下的风味就出来了 单肯刚刚那个巨大的那个霸王排骨 有点像在吃卤的那种排骨 但这样吃就有 创下味了 所有的煮的就记得蘸一下香油 哇 丑了 丑了 丑了我 腮帮子长大 我要来吃一下我的 战斗餐 看这一碗炒蛋 是我家的料的 特别就是一碗芽菜炒饭 它这炒饭就是每一米都带到的味道 尤其还有小葱 我喜欢 但是它其实它芽菜的味道还挺淡的 不是那种特别咸的那个 如果是咸口芽菜 我就拒绝 这个老板的饮食习惯感觉跟我差不多 特别喜欢吃那种蛋炒饭里面带点午餐肉的 把这个疯狂的虎鼻凤爪吃了 甜甜甜甜甜甜甜 太软了 好软的 今天好糯 蘸点香油 今天香油跟炒香菜是绝配的 太炒了 如果你们不知道吃什么 然后没有胃口的话 香油加小米辣 葱蒜 香菜 再加点折耳根 味精 就很nice 随便蘸什么 都很high味 再加点醋 这个要在这一把串串中结束战斗 这个是凤梨串串 甜口的 应该很多外地的小伙伴就很爱这个甜口吧 他们家串串 一定要点的就是 薄荷的 茴香的 香菜的 跟肘耳根的 点这个包了 菜的比那个 点他们单独的一根的那个牛肉要划算 就这样点 还有番茄的 好纯臭哦 虽然我不爱 但尝一下吧 番茄竟然是甜的 妈呀 你们这剩女果用的 再是一个火箭鱿鱿鱿 这个时候梦龙化差不多的时候 其实是最爽的 如果你们要来成都要吃刷刷的话 他们家其实我推荐的就是 应该是点一个花卷开开胃 然后再点一点嘛 炒饭呀 然后脑花呀 这种小菜吃一吃 最需要点的就是他们家的 呃 薄荷牛肉 茴香牛肉 还有折尔根牛肉跟香菜牛肉 其他的话就按照自己的口味点一点吧 我反正很喜欢吃他们家的甜品跟各种牛肉 现在是7点多钟的时候就会排队 外面就排了好多人 还有人 麻烦的都是人 所以你们一定要提前 要么就提前预约 要么就提前来排队 好了今天我们就吃到这了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记得为我关注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